因為我想我們雖然每個人喜歡看的書不一樣 可能有人喜歡看小說 有人喜歡看科普 那我自己的話 蠻喜歡看史古的 但是我想我們都有一個共鴻點 就是我們都是喜歡看書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聚集在這邊 那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 一位重量級的會議 來為我們講解金舉成 非常經典的這本小說《百花》 我們今天的講者是李靜寧總編 是東北出版社的李靜寧總編 那李靜寧總編他的來歷 我想要簡單的介紹一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感動 李靜寧總編他以前是認證於外交部 那他也代任過 謝總統林德輝先生的秘書 那他也有台灣第一文展之稱 這個履歷精采已經非常的驚人了 但是他驚人的是什麼呢 就是靜寧總編在非常忙碌之餘呢 他其實對翻譯有很大的熱忱 他本身也是一位愛書人 所以他自己其實翻譯了非常多的經典作品 那我就舉幾樣 大家就知道有多有名 像是《追風針的孩子》 或是《參難千陽原三回憶》 以及最近因為《影經》非常紅的 《正常人》這本小說 都是出自於李靜寧總編之首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會發現 其實很多書都是李靜寧總編所翻譯的 那他在2015年的時候 成立了《東美出版社》 因為他是一位非常喜歡閱讀的人 希望能把他覺得很好的書推薦給大家 《東美出版社》在成立之後 也就是如總編所期待的 其實出了非常多的好書 那如果今天大家聽完講 會覺得 哇 就是有很多書的確就是你喜歡的 那我們就是旁邊這邊 就是今天也有賣書 或者是有文宣可以讓大家參考 那在這邊的話 我想簡單的分享一段小故事 那就把時間交給總編 就是因為今天我們因為一起的關係 可能很多地方都不能去 都不能出國 但是其實我們哪裡都不能去 這件事情是可以值得被挑戰的 所以我們可以通過閱讀 我們可以去到很遠的地方 可以去到入於我們現在的時空 或者是超越我們現在的地理教界 像今天我們要保留的這本小說《繁華》 它的時空背景就是 從60年代的上海一直到21世紀初 其實我們可能今年沒有辦法去上海 我也沒有辦法回到60或70年代的時間點 透過閱讀這本小說 《繁華》 經理成用非常道地優美的文字 為我們重現了上海實力揚長的風光 那我覺得其實 這本書其實讓我們深刻理解到一件事 就是願讀的確是可以帶我們 就是跨越時空 跨越地零的將近 那帶我們以往 晚如經歷了一場很棒的旅行 那今天我們就是 也要透過總編的介紹 來到這一港旅程跟風部 那我就把麥康公交給總編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自己來一張 再一張囉 好 再一張囉 好 來 一二一 進 好 謝謝 這樣很高興喔 今天很高興能夠再次來到東湖讀書館 去年我只聽成了東湖讀書館的邀請 來跟大家找女娟的作品 今天更是開心 因為就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館花的閱讀難度 其實女娟的難度來得高很多 有這麼多朋友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 來好好閱讀這本書 我覺得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本書我自己認識基底城的企業 也是我開始做出版社 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出版點 那今天真的是很感謝主任的介紹 謝謝會長的邀請 然後希望今天在這樣子的一個分享會上面 可以讓大家對於 不僅是八八這本書 跟聲音怎麼認識 也希望大家對於基底城這個作家 能夠進一步的興趣 然後去閱讀他其他的作品 那當然就是陳如剛主任所講的 因為我其實 我做出版大概就是 也就是這幾點的事情 那開始做出版 其實我抱持的心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信念 就是希望我自己所喜歡的書 跟大家來分享 那這個事情聽起來很容易 但是其實做起來真的是難度也很高 因為每一種閱讀就是一件這樣有關的事情 就是你喜歡哪些的作家 你喜歡哪些的題材 其實都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作品的看法 那這些看法都沒有好壞對中之分 其實我覺得說 如果我可以 我自己認為好的作品 好的作家 透過我自己一個好的詮釋當時 介紹給更多女人的認識 也許有些讀者 他們並不是不喜歡這樣子的作品 而是他沒有機會好好地去認識他 所以我想做出版這些年來 基本上大概抱持就是這樣子的想法 剛剛跟主人也稍微分享一下 比如說 在選書的時候 我就說我自己其實選書沒有什麼標準 這個人真的是 在很多的出版前 全在店前的 他們都覺得我實在是太隨便了 因為我可以選書 沒有什麼標準 就是我喜歡就好 就非常的認識 那我還記得我剛開始做出版的時候 就去問過很多的出版界的朋友 就說出版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就記得有個朋友給我一個非常實用的建議 他就說 你要出什麼書都可以 就只有一種事情可以出的 這男朋友是不可以出的 他告訴我 他就說 你喜歡的書全對不能出 哈哈哈哈 那我那時候想想 有道理嗎 那就是因為你喜歡的書 你就會不計成本 就不計代價 無論如何都要不要 換成你的夢幻之師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可是我回家想想 我就覺得這樣子是沒道理 我如果不做我自己喜歡的書 那我到底要來做這件事幹什麼 那當然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基本上做了很多別人眼中的小事 包括出版版畫這本書 那昨天晚上我剛好有個機會 就是跟語樂文壇的老前輩 跟語樂文壹記記 多位作家 我想應該在座的 多位應該都認識這位作家 那昨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吃飯 那他也就問到這本書 他就說你哪來這麼大勇氣 做這本書 那我就告訴他說 因為我是真的就是喜歡這本書 而且我做這本書自己 其實就是 我在做這本書之前很久 我是因為先認識這位作家 所以我開始好奇對於他的作品 開始去 我就真的就成為一個 就是金粉和七女城的粉絲 然後才開始做這本書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要來介紹這個 《繁花廢文》小說 我覺得這個小說 很多人還沒努力這個 《二星世紀》 一個非常非常傳奇的小說 那很多人對於這個小說的興趣 其實是來進行他的傳奇系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從很簡單的 來先從這本小說 到底是如何的傳奇 還是談奇 那我今天訂了題目叫做 《城市的前所進生》 那主要當然就是因為 金與成自己也提過 他這本小說 其實是一個像城市自己的小說 那他所知情的對象 就是他自己生長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讓我覺得非常感動 如果有一天 我們也可以 一個作家說他要寫一本小說 是對他所生長的城市 不管是他是在台北 是高雄 或者是台南 為他這個城市 前世今生 留下一個永恆的印記 我覺得這都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我的天文並做 《城市的前世今生》 我想後續 我們會來談到 為什麼要講話是前世今生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金與成這個作家 金與成其實成名非常晚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年紀也很大 他已經67歲了 但是他成名的非常晚 他的作品 《進入台灣》 其實也就是正前年的事情 但是東美人我們開始經營他的作品 就是2017年開始出版他的第一本 四大文集叫做《冰冬之道》 那這本四大文集就是 剛一進來 那就那一年就得到很大的迴響 那一年記得是在2017年的2月出版 那他就是當月的成名選手 國開來選手 金石堂選手 就全部都上 然後到了那個年底 他就同時獲選了這個 Open Book 年度好書獎 近周他的年度好書獎 同時入圍了 2018年台北國際書展的書展大獎 非小說類 然後在那一年的6月 我們幫他出了一本金與成作的選集 就是他的中編小說跟短篇小說的選集 總共是三本 三本非常小冊的一本書 全部是金裝的 我搭兵台訓練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是一個無面金裝的三本小書 那這本書呢 後來就得到2008年的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小說類首獎 那一直到去年的11月 我們重新把他的文化 在台灣重新出版 就做成了一個金裝版 那這本書從去年出版 其實就得到非常多的 很多這個作家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說覺得我們竟然願意花這麼多的力氣 重新做這本書 而且這本書真的是經歷的重重血淚 這個如果待會有空 就可以跟大家看一下這本書的編輯 有多麼的艱辛的過程 但是因為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把這本書做得非常的美 然後去年也曾經 其實就是去年我們剛好來東湖圖書館 這個小卒明珍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剛好在辦金玉城的一個系列的作品站 就是我們趁著他上市的時候 就在幾周外辦了一場金玉城的畫展 金玉城不能寫書還畫畫 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現在基本上每天都在畫畫 那所以這個就是金玉城這個作家 其實進來台灣的時間並不長 但是他在台灣慢慢養成了一批很忠實的粉絲 特別是他的粉絲群包括了非常多的作家 包括張大成、羅以軍、房力群、武情坊等等 這些我們非常熟悉的作家 其實他們基本上都是 對於金玉城的這本版話 可以說這都是非常未知的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一看 他在這本劇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是金玉城的語氣的時候 那金玉城這個人 其實他這麼晚才開始才成年 但是他其實寫作的時間開始非常的早 他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在寫作 那他在做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年輕的時候十幾歲 中學還沒有畢業的時候 通常都穩格 那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也比較特別 他的父親其實是一個 就是在中共還沒有建立政權之前 在國民黨還在當政的時候 他父親就是一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但是他並沒有因為這樣 而得到在之後變成一個黨政的高官 而是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 他父親就入了一些 就是他們內部的一些鬥爭、清酸 所以他家很早很早 到很早就被抓去關 所以他們的家庭就是 因為這樣就受到很多的迫害 所以他自己中學都沒有畢業 就通常文科 然後就沒想到 就想一種知識企典下鄉 那因為他一直成長在上海 那就是這些上海的企典 就大批大批的被放到一些很偏遠的鄉村去 那他就是跟著一大批的年輕的孩子 就一起到了東北 那大家可以想 就可以看到他就是在東北 他其實 上海是一個這麼溫暖的南方的城市 然後他從來也 就是相對來講 就是上海大陸其他的地方 他的這個不管在物質生活上 在這種各種建設上面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就有經濟的地方 他在這種現代化的建設上面 都比其他的城市來得很好 然後很多 然後所以他到了東北之後 他其實是有很長一段時間 是有這種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種 Culture Shock 就是真的他就是非常的 對這種生活的種種 帶給他刺激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那不只是生活上面的不面臨 而是那種整個環境的變化 來得如此之大 所以他在後來的幾篇 短篇小說裡面 曾經寫過他當時的一些經歷 那當然是透過這種虛構的方式去寫他 可是我們也可以從中間去找到很多 他當時作為一個 就是才十七歲的孩子 然後被獨自丟到一個 他完全陌生的土壤 然後他吃的東西跟他以前都不一樣 他每天眼睛一睜開 看到的東西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他要跟一大群人 住在一個 就是那種人起人的宿舍裡面 然後那種生活條件 他完全無法想像的 然後他就要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去學很多東西 所以他後來經常講說 這個 他對於 比方說他對於媽這件事情很遲 然後來畫畫畫很多很多的馬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那一段時間 他去做過馬夫 所以他其實有一篇文章在講 他怎麼樣去照料這個馬 這個馬從出生 然後到怎麼樣子 一直到這個 要怎麼樣照著這個小馬 怎麼幫馬接生 然後這個馬要如何照顧 然後這個馬長大以後 要醃馬 要做什麼 就是原來的這些過程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發現是 就在那段時間裡面 給他們這種人生的自備點 是非常大的 就是他可以從中間 就汲取了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種苦難 但是對他來講 他們也是他一個人生的養分 然後他的寫作其實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他一開始是因為他被這個生活裡面 種種陌生的年貌 種種新鮮的刺激 所以他就非常的渴望想把他講出來 所以他就透過通信 那天他就透過通信 就寫給他的一些好朋友 就是不停的就是 兩人互相的這種 透過通信公共的方式 告訴他說 他在這裡看到了什麼 他在這裡又經歷到了什麼 然後所以他就寫了很多年的信之後 等到他在下方過七八年之後 回到上海 然後他就覺得他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小說寫出來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小說 然後就得了一個文學獎 然後得了這個文學獎之後呢 雖然他沒有很好的這個社會內背景 但是因為他明確能寫 所以當時他們就讓他到了上海文學 這個一個很重要的文學發展裡面 就去當編輯 那從此之後 他就有二十年的時間 都在當編輯 那當編輯 是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那對於他來講 他其實也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 因為他可以每天各文字為伍 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來講 當編輯的確實想見一下 不知道是信還是不信 信的是他每天各文字為伍 不信的是他當編輯之後 他再也寫不出動協來了 那為什麼會寫不出動協來 他自己後來也說 因為他每天要看大量大量的文稿 因為上海文學雜誌其實是 在中國大陸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雜誌 所以他每天就改別人的稿子 就寫人家的國號那個國號 每天都不可以的改 那每天白天在改別人的稿子 我照顧教他雖然想把自己的時間 留給自己開始寫作 但是他就寫不出來了 因為他就想 那我可以寫得比這些人更好嗎 我跟人家說你這樣寫不行 那樣寫不行 那我自己又要無法地去寫 所以他又會很長 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辦法寫稿子 沒有辦法寫任何的東西 所以他就虔誠了大概二十幾年 一直都沒有作品 大家也慢慢就忘記 大家只記得他是一個編輯 也已經忘記他曾經是一個小說家 那我想他基本上他大概也忘了他這個生意 因為他作為一個上海文學的這個編輯 其實他這種編輯的全身 那我見識過他們這個編輯 就是一位掌握著這個作家人的生死命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鎮靜 然後因為大家對他一直很鎮靜 所以他就更不甘心 那他後來講過一個故事就是 在他大媽出版之後 才有一個作家就偷偷了 就跟他講 但是說以前他就覺得非常多福氣 這個進程天天就蓋人家稿子 那我就心裡就想 你有本日你寫一本來給我試試看 那後來還好有一些突然花來 我覺得他這一輩子都會被洗掉 就光澤地感別人到底自己寫出來 所以我想這一段的看樣子 對於他的這個忍真力點 對於他的後來的這個很多的作品 其實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他後來為什麼會開始寫書呢 這個是他在上海 其實這張照片是在他的辦公室拍的 可以看到這個 上海文學雜誌 是在上海作家協會的大樓 那個作家協會非常漂亮 這是他頂樓的房子 他就自己有一個房間 然後背板的東西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那個上海作協會的所在地 那個叫做愛神花園 那個房子非常的美 那我曾經 我很多年前就聽說過 這個上海作家協會的這個大樓很美 但是他不被外貪 他這個時候過 還不認識金玉城 我還沒開始做出館 那我就曾經有一次 就一直想進辦好像很進去 所以聽說那是一個 就是以前還在租界時代 就是一個歐洲很有名的商人 然後他帶了一個這個別墅 送給他的太太 所以叫愛神花園 所以他的中間就是他有一個標像 還從意大利特別運來的 就是一個標像 那後來聽說是文革的時候 他們為了保護這個 他們就是這個管理這個房子的人 偷偷地把這個標像藏起來 所以他沒有被破壞 然後等到這個文革結束之後 又要拿回來重新往上去 後來這個就變成了 這個上海作家協會的所在地 然後密度有好幾個 完全這樣去在裡面 那我那個時候呢 非常好想 就很想去 又沒有辦法去 然後呢 就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那個 這個 上海作家協會門口 他前面就是一個大院子 那他門口靠近馬路的地方 開了一家咖啡店 那這個咖啡店呢 因為咖啡店很小 然後他就有洗手間 那他的洗手間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愛神花園裡面 所以你可以去那裡喝咖啡 然後一見步去上洗手間 就可以進去 所以我就真的有一次就 就去喝咖啡 然後就非常興奮說 然後去上洗手間 就是非常不幸 那個時候他們就 已經發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在這個咖啡廣 那個愛神花園中間 就蓋了兩間洗手間在那裡 所以我只能到的洗手間 然後就忘了那個門 就進不去 然後後來還 那次就偷偷地 就還在門口張望 就很想進去 後來那個門口的警衛 在看我很可憐 還在說 你們進去找一下巷 馬上就出來 所以我又跑進去找一下巷 那當然後來 運行很好 因為也認識了經理成績老師之後 還在請我進去裡面 喝咖啡 所以真的就可以進到裡面去 所以它裡面真的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它這個樓梯就是那種圍旋的樓梯 那我記得我去過兩次 兩次都有人在那邊拍 就是每次都有人在那邊拍照 或者是他們拍一些紀錄片 都會來這 所以我就經常跟他講說 你這這麼好的環境 工作 沒有寫出好的小說來 其實也真的是對我提交的環境 所以這個是他後來的工作的地方 那經理成之後來之所以寫出繁畫這本書 我覺得其實他也是百現代科技的詩 他開始寫繁畫這本書 是因為後來我們知道在21世紀之後 網路的科技開始發達 那很多這種大家開始上網 在網路上開始寫東西 那有很多的這種網路的空間 就是可以允許你去上面發表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以秘密 那網路最大的特色就是秘密 你可以不用你自己真實 真實發表 所以他就那個時候在上台 就有個叫做弄堂網 弄堂就是那個巷子的弄堂 叫做弄堂網 那那個弄堂網就是 大家可以上一些上台的典庫啊 上台的小故事啊 你接把鄰居聽來的傳說也好 你自己經歷過的事情也好 那他就開始在弄堂網上面 就用一個他用了一個名字 叫做樓上閣樓 就開始去寫東西 然後他就原來是寫一些他聽來的八卦 就是他們編著我在世紀之間 聽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寫著寫著就越寫越 就很多的回憶就回來 那就不只是他自己聽到的東西 也有一些是他自己年少的回憶 也有一些是他自己身邊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 這個網路又有一種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有一種即時的回憶 就是大家會上去看 看了如果大家就會給他留言 比方說他講到一件事情 那就可能就會有人說 對對對對對 我小時候也聽過這件事了 或者是說你講的不對 我聽到的版本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會有一種很即時的活動性 就是你每投上一篇文章 你就會知道說 有這麼多人在看這個東西 然後這些人會給我很多不同的回憶 所以我就會更想要 再把我知道的事情再去告訴別人 或者是說 我會想說別人講的這些事情 因為那我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想要告訴他 所以就是這樣一來一回 他就會越寫越輕輕越寫越輕輕 他曾經講什麼後來寫 然後後來呢 他甚至於連續出差 他的一件事情都要先找網路 先上樓 他就是不停的寫 他就沒有辦法有一天這樣 引開他這個書 他寫的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這樣寫著寫著 到後來他就覺得這個書 他就有一個故事在他的心裡承襲 他就覺得他非要把它寫成 你的小書不可 所以短花這個書 其實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金女城這個短花的 其實從出版以來 大概得片的華國創作圈 可以得的獎 大概基本上都沒有得了 那他得了最好笑的一個獎 是他去年領得我獎說 他是北京領獎 所以你是領什麼獎 他說他還去領得二十世紀 二十部網路小說獎 那我就說 蛤 網路小說 繁花是網路小說 我覺得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想到 網路小說大概就想到 這種的年輕人寫的晚顏的小說 或者是這種的 你會覺得很通俗的小說 怎麼繁花的一個網路小說 講的聽起來有得好笑 那我當然不敢笑 然後可是後來回家仔細想想 其實你也沒錯 還有一開始 他的確是在網路上發表的 所以這種所謂網路小說的定義 就完全被顛覆了 就是說他網路 也只是藉由網路的形式去發表 網路想說 盜衛兵真的就是一個比較輕 或者是比較不重要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的確 也就是唐家人們 對於很多的文類的想像 那我覺得這個 我有希望 其實我一下都這樣覺得 就是小說 不管是小說也好 就任何的文學作品都好 他其實只有好跟不好 這兩個東西 他其實不應該有任何的分類 就是說他能不能打動 能不能感動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至於他是廢物小說 他是一個科幻小說 他是一個純文學小說 他是一個純文學小說 他是網路小說 我覺得其實一點都很重要 那 所以 基里承的這本文學的話 就從他 他2013年出版之後 他其實真的就是萬有空想 就是 就是在華文狀況圈 很少很少 像這樣子 就是那種超級現象 就是說 他這本書出版之後 在大陸引起的那種迴響 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因為很可能是因為他的存在的關係 他寫了非常多事情的傳說 就是跟你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就是他寫了那些人 你叫我先生的就在寫 所以他當時這本書出來之後 他自己都形容過 他說他們自己都被嚇到了 他們自己 就是他住了那個大樓社區的幾位 都在反話堅持 我覺得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反話那個書 一直到現在 他其實從2013年出版 到現在已經七年了 就一直到現在 在中國大陸都是非常暢銷的 現象級的小說 那他的暢銷程度呢 我曾經問過他 我問是金老師 你曾經出版本的話 在他 他就跟我說 他出版社說 大概有賣超過一百萬的版本 但是 那個盜版有幾本 我就不知道 對 就在我們現在在台灣 真的很難想像 那個盜版這件事情 那在大陸前 盜版還蠻常覺的 特別是有暢銷小說 和各式各樣的盜版 那這我就自己親身經歷 和親身就是見識過這個場景 那就是在前年 前年的上市站 剛好就是 約了金理成老師 他有一場講座 那我們就聽了他講座 那我們就約了他講座 結束之後 要一起去喝咖啡 所以我就等他 那他就從講座 從台上下 因為講座就是 現場的人善人海 然後下週 很多人追得要簽名 金老師請簽名 然後就聽了上來 然後他就說 盜版 五千 然後那個人就 之後走了 然後就上來 還是盜版 五千 然後那天呢 我們就從那個 我記得是在斯南公館 他走到斯南書局 其實大概就有 大概十幾分鐘 像十幾分鐘的路程 那就一直不停的 有人在追 那天他一本書都沒有簽 因為送上來的每一本 都是盜版 那我就想 多麼可怕 送上來的每一本 都是盜版 可見每個人都買盜版 那他們出版社 正式出版的書 賣了超過一百萬文 那到底盜版賣了幾本 不曉得有多好費 那所以就可以想見 他這本書 他送翻一個程度 是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他有不停的在改版 可以看到他上面 其實大概有 後面這幾本 都是都 除了前面那本是 是反體版 後面其實全部都是簡體版 那簡體版不停的在改版 那他最近又要重新改版 那我還沒有看到他新的版 但是他又要重新再出版 那對於他來講 其實真的他每次改版 他不是只有把它翻一個封面而已 他是連內容都會出版 然後這本書就是 每一次改 他從以前改到現在 他說他改來改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改得多好辦 所以每次他都會增添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他覺得自己不滿意的東西 就是給他修改一下 或者是說 有人會指著 你卻會有一個人告訴他說 你這個細節好像有點不太對 那或者是說 就有人提出來的細節 覺得不對的地方 他覺得其實是因為他沒有講清楚 所以他會幫他中間再增添一些細節 例如他上次就告訴我們一個例子 然後他在書裡面就有一段 就是有一個爸爸帶著他的小孩去看電影 然後在買票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然後他爸爸就說這個人變態 那就後來就有讀者就說變態 變態這個語詞應該是現代才有的吧 那個1960年代 沒有變態就是變態這個語詞出現 因為我們都會認為這是一個現代的精神的語詞 那他就非常的討厭 考究了一範圍的這種詩 其實在1920年代就有這樣子的說法 所以他後來為了怕不正在於這樣子的困擾 所以他就竊著書裡面 就是那個爸爸帶著一個小孩 然後爸爸說那個人的變態 然後就藉由那個小孩的口來問說 變態變態是什麼 然後爸爸就解釋給他這個東西 叫做變態 那時候就開始有這樣子的語詞 所以就就如此類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對於說寫這件事情 那種種的戲其實它是非常非常著重的 所以這個書就會一再一再一再的改版 所以每一次一版出來 就會有不同的這個東西出現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 對於做出版的人來講 其實這一則是新的一則 做讀者的時候大家都會興奮 就是每次拿到的一個版本 都會覺得它是新的 那對於做出版的人來講 其實有時候很害怕 因為這種版本太多 那你每次都得要重新的修改 然後他什麼改他都會 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這個希望能夠做得更完美 那對於我們來講 就是要如何去買福大要求 其實有時候真的就會覺得很 是很大很大的挑戰 那當然講他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在台灣出的另外兩本書 左邊那個本書 我們並不知道是一個三文集 又便是他的一個小書的學集 那其實如果在樂團的話 經常有人跟我講說 這個文化這麼大一本 看到就很害怕 這個這麼大一本書 到底要從哪裡讀去 那我通常都會 在讀者朋友講說 如果你想要認識 經理成這個作家 又很怕這麼大一本小說 一打開讀不完 或者是讀不下去 那我都會建議你先去讀 那我們並不知道 那我並不知道 其實是一個 他的這個三文集 可是他其實裡面 經理成自己講 他其實就是一個繁華的素材遺跡 為什麼叫素材遺跡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的篇章 短短的一個故事 其實後來都是收在這個文病 就是繁華的這個小說裡面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 比如他講到那個阿寶跟貝皮 小說裡面有講到一個打工的女孩 後來嫁了一個很有潛責的外婆人 那這些故事在裡面都有 所以我經常跟人家說 你如果怕你的反方讀不下去 那我們先讀這本開始 那這個是提案 那當然就是 反方最近很紅 又重新在 不管在 就是在整個華文圈 又有引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浪潮 是因為那個王家衛的電影 終於要不太開了 那王家衛呢 其實從這個版話 剛出版的時候 他就已經滿下了電影的版曲 因為他自己小時候也住在上海 他覺得他對於上海有很大的疑點 就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很多花樣沒有發現 其實都有很多的這種 他沒有懷舊的情懷在裡面 所以他就說他要拍上電影 那很早就回下半天 那我們就肯定都在等 他要拍電影 然後他入時呢 就會每個一段時間 比如一年半整 就會傳出一個消息說 我們家要拍電影 然後就會傳出他 誰要點主角啦 人家主角 大家一直不停地猜猜猜 然後他一直拍不出來 然後這個精神經老闆 我抱擁過很多次 他就對王導演 實在是 他一直覺得王家衛 就是很 也是跟他很注重細節 然後就包括這個 裡面的主角 該穿上的衣服啊 這個房子的家具 該擺設啊 然後天天都繁個精巧 十八八畫圖 所以他裡面很多插髮 其實後來我們收到很多的這個插圖 其實一開始 他是為了王家衛 其實一開始他是為了王家衛 就是我呢 就包括那個地圖 還有很多後來他畫的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為了王家衛的畫 那終於終於終於 今年我一直覺得他已經不可能開拍 他去年知道他今年要拍 我已經覺得今年疫情這麼嚴重 但我也拍了 就沒想到他真的就拍了 那就輸了 他先拍電視曲 他要控制拍電視曲的電影 那電視曲已經開拍了 然後主演的是那個吳哥 吳哥要演阿寶 所以我們看到Sony的口氣 因為他之前傳出來的很多都是一些小鮮肉 那大家不會害怕 我覺得這些人 大概會把這個電影給演雜 那因為大家心裡其實都都對於這個主角 有一定的想像 那當然再更早一點 大家都會覺得 欸梁朝偉應該有很多事 梁朝偉有一點情感 那等來等去就會很大 年紀太大 那就幫我練 王家衛之前就講說 他還要想講張子的演 然後我們就說 啊完了 張子一本也等到七十歲都等不到 那個角色 那等於演裡面的那個阿浩浮 所以 所以就是王家衛就是這樣 反正這次這個 胡歌開始就是胡歌當一個主角 所以大家對於這件事都非常期待 我覺得希望王家衛可以拍出這樣一個 我們心目中的一個上海人舊時代的影像 那胡歌當然是大家對於他的演技也好 可能責任氣也好 我想大家都有很大的期待 所以這個是最近開始的 大家對於反發的這本書 重新開始有興趣 大概就是因為電影的關係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個就是上海 也有這個這個景色 就是讓王谷江看的景色 那對於看到上海其實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 我去過上海幾次 我覺得上海的這個地方 我們印象裡面就是 對於上海其實 外抱了很多很多的衝擊 從小看很多的小說包括張愛玲 這支家裡又很熱門 我也很快 我想大家也會看很多人 雜誌這裡都在寫張愛玲 那就是包括張愛玲的小說 包括很多的電影 那我們都會覺得上海就是一個 十米洋場 一個新舊雜誠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歷史 那的確也是 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 可以看到剛剛我們看到 就上海有這樣子先進的大樓 還有全世界最高的大樓 有這種東方景 有這種很奇怪的建築 但是它同時也存在著 這樣子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在那個 像這個家先進 剛剛我們看到的 上海愛小花園的對面 門口就是這樣子的 烏銅石 然後就是舊的這種樓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街巷裡面 就還是有這樣子的景色 所以它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城市 那所以 你要如何去寫出這樣一個城市 我覺得難度是非常的好 那金玉成自己就曾經說 他覺得任何一個城市 都像一座森林一樣 就是你走進這個森林裡面 其實它完全避解這森林 基本上是不可能 你只能就你眼中所見 你可能就是只是知道 你所周圍的 你看到的這些樹 你周圍出現了這些小生物 你要是能夠很細心的 把你周圍的這一方 仔細的研究好 認識清楚 用很詳實的方式去把它寫出來 就是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你不太可能 對於這座森林 有完全全面型的認識 所以它一再說 小說家其實是一個很卑微的工作 他只是把它自己所認識的時間 來告訴大家 所以它用這樣一整的幾十萬字的小說 來對於一個城市之間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就是儘管他說 他寫的只是他周圍認識了一些人 但是他寫出來的 確實讓我們去理解到一個城市 過去、現在和未來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要講說 他這個五十十年的 講上來這個城市的前述今生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本繁花新版的時候 那個金晨晴老師 因為很多讀者都讀書 讀到頭都暈了 因為它裡面出現的角色 再次太多了 所以後來他就做了一張圖 來告訴大家這些角色的關係 而且他還有連臭刀 他這個主要的關係 主要的人物就有二十到三十人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的 比方他有畫起來有圈表現 比方他有一起吃飯 或者是他有各式各樣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並肯定主要的角色就是 一個是男人 一個是小朋友 一個是阿寶 然後還有一個是故事 就是他們這三個男生 就是他們三個男孩子的故事 大家這個故事呢 所以我們在文案下之前寫過 這個小說其實就是寫 一座城市兩個時代 跟三個男人的故事 一座城市當然就是上海 兩個時代 是因為他這本小說 是用雙線 雙兩個時代線去進行的 一個是1960年代 就是這三個小男孩子 還是小時候 就是在十幾歲的時候 從他們認識開始寫起 寫到文革 然後另外一條線 就是跳到1990年代的上海 那個時候已經是經濟改革開放 他們三個其實也都已經各自 各自的視野 各自各自的提升 就是從這樣子兩條線去並行 那他這樣子兩條線的並行的方式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說他要同時寫出過去的上海 是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同時又要進入現在的上海 是一個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用一個唯意跟現實 不停在交錯 他這些人物其實彼此之間都是 主要的人物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過去跟現在 他們的生活全部一樣 所以他們那個服務之間的 就出現了很多的人物 其實就很複雜 就完全都不同 那他就寫這個 為什麼要做這張名字 其實一開始不是為了這個 一般的中文讀者 那一開始是為了外文的意義者 因為我看我們讀這書都讀得很辛苦 其實我自己也是 有時候讀到後面的時候 我突然想說 欸這人是誰啊 我怎麼不記得愛姐有出現過 他可能在之前是驚鴻一瞥 都不知道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可是看起來好像一看 因為你自己有出田國 所以你又要回頭去找 都很容易找到 那我們自己讀都會這樣 那個外國人讀起來 我簡直是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那他可能他這整詢問 賣出了非常多的英文 他包括英文文、日文文、法文、西班牙文 然後最近聽說也翻譯韓文 所以他幾乎主要的語種都賣出去 然後呢 他的英文版其實已經翻譯很多很多年 英文版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漢學講 叫陶王子 那就是以前翻譯的獎金國傳 所以非常有名的一個 但是他每次看到頭都花 他就覺得眼睛都花了 不知道到底是這些人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說 然後後來那個 那個金老師的翻譯代理 不建議他寫這個人物關係 所以他後來就做了一個人物關係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不能理解 就是像說 那些外國逸者 到底要如何去翻譯這個東西 例如他的書裡面出現最多次的 叫做不想 誰都不想 然後不想有各式的意思啊 然後不想可能他不想說話 那不想可能是他不想回 不想可能是他實在是當出話的 那不想也可能是無套的 那不想有各式那樣幾百種意思 那可是他還寫兩個字不想 但是我又真的是很好奇 這些譯本到底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來呈現他用不想 那真的有好事去算過那種的書裡面出現過幾次不想 出現過一千五百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男主戲是非常高的 那所以這個小說基本上就是透過這樣子兩個時間線 不停的交織去寫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三個主要的主角 他們各自的這個身分背景都不一樣 那其實這三個人如果在現代的社會裡面 很可能他們是不太容易變成好朋友 但是就因為他們還是女輕人 所以他們就有機會 就是因為女輕啊 所以就會大家一次之間沒有什麼樣子的這種階級的遺史 例如在裡面的小毛 小毛是一個工人家庭出生的一個小孩 那這個阿寶是一個資產階級 他們家是一個有錢人家 然後後來就被提供 那那個婦生呢就是出生一個革命家庭 他爸爸媽媽都是軍方的模式 所以這三個人就是完全不同的三個人 但是三個人因為是小時候 因為他們一開始認識是因為阿寶的姑姑 是婦生的家庭是婦生的老師 所以他的家庭就幫他做家教 所以就認識了婦生 然後他們又一起去看電影 又碰到小朋友 所以就三個人越來越好朋友 那三個人就一起 不停的每天就是這裡玩玩那裡玩玩 那就是那種小孩子的時間 非常全真子小孩子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穿梭在各種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這種社群裡面 你就透過他們三個人的這種 平常的日常往來 他們的這種各自的生活 你就就能理解到 當時上還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生活 那那個年代是 他一開始寫出其實是文科安沒有開始的時候 所以他們各自的生活 基本上都還是穩定的 那所以雖然這個阿寶家裡是一個資產階級 然後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共產政權建立之後 他們也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 過那麼豪華的生活 但基本上生活過得還不錯 所以他們就是他 然後寫他家裡的這些 他的伯父阿 就是每天還是一樣阿 就是那種洪子哥阿 就是每天就是出門去跟人家吃飯 然後寫那美食就去聽食 就是人家過了這種 非常夠擁有的生活 那這個護身呢 就不一樣 護身哥爸媽媽就是要幹 所以他就是經常會有種革命語言 而且經常會學人家講這種標語 就是像那種標語式的那種語言 就是要挺他健身心中的活躁 那小毛就不是 小毛就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工人家庭的小孩 所以對他來講就是如何的把每一天 就是每一天吃飽然後每天過好 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當然就通過他們三個五男生 當然就會有其他的這個小女生的出現啊 然後他們一起之間的這種交流 然後就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高樂出一個城市 舊的一個記憶 那這種舊的記憶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越乎這樣子的一個舊的記憶 雖然那個不是我自己的生活經歷 因為我們沒有在那裡生活過 我們也有過過他們那樣的生活 可是它攻擊你 其實是一種你對於那種 逝去或過去的那種通念的記憶 那種懷念 你會想念到自己曾經有過的一些很純真的歲月 很純真的這種那種勇氣 那金語成很厲害的是 他在寫這種東西的時候 他就用一種非常精煉的語言 然後把這個東西寫來 就是他很多話沒有說清楚 但是你就從他裡面 就得到了一些很強烈的影響 就比方說 那我們也可以講一下他寫雙線的時候 我們教大家有一個注意到 就是在我看他的目字裡面 他的目字就有一個巧思 他的章節有時候是用脖子寫一 脖子的一 那有時候是其他的二 就是簡單的二 所以一二三四 它是跳遠形 他感覺是用脖子出現 就是一 對 就是一就是寫的 其實就是過去 那如果是平常簡單的這個二 四其實就是現在 所以就是光是看他這個章節的這個分布 就會知道他現在寫的是過去 還是寫的是現在 所以他這個是他在設計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這種巧思在裡面 那包括他講的說 他其實對於反體版 有一點點遺憾的是 他其實在簡體版裡面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嘗試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這個簡體字版其實都可以 一向覺得簡體字很醜 版體字比較美 那他在簡體版裡面 他就做了一個嘗試 就是他凡是在簡體字 還沒有出現之前的東西 他都用反體字寫的 就包括他裡面 你說的武術也好 那些文字也好 或者是電影 我覺得像有一些電影 可能是很早 早在這個1949年以前就存在 然後他就會用舊的文字 就是用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反體字 就是正體字來寫的 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變成反體版之後 他就全部唸不掉了 那我就說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那時候我們也想 想到很多方式 但是基本上無間 我不可能把它把它變成簡體字 但是這個就 因為人說他其實是 他原來設置了一個在電影版裡面的巧思 但是在反體版裡面 也沒有辦法呈現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得出來 他其實對於這種舊的細節 然後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所以 這本小說 一開始 其實我想大家對於這句話 應該就會印到這個故事 那其實就是他一切故事的開始 就是坐在這個故事上面 然後我前面還被騙 我在那個私南 就是在白海舟公園 有幾個私南公館 那有一次在那個私南公館 我有一個大陸的議員 就說我剛剛就說 我們去屋頂 然後要去屋頂 因為那屋頂 他們就有改裝 就是一個可以 大家可以在那個喝飲料的地方 然後他就跟我說 知道嗎 這就是那個貝利跟阿公看 就是那個做的那個屋頂 我就說真的嗎 然後拼了拍照 然後跟我開完 然後我說我騙你 但是的確有語言 就是戰鬥附近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 他對於這個整個意象 就非常的清楚 那我覺得他的文字就是 非常非常的美 就是我覺得他這一段 他在講 八保十歲 鄰居被滴六歲 兩個人從蔣三城爬上屋裡 瓦片溫熱 眼裡失敗人溫區 前面香山路 東面復興公園 東面偏北 看見祖父獨床 然後爐腳 西方後面 高蘭部 尼古拉斯東正教堂 三十年代各橋建立 據說是紀念蘇維埃 愛人儲存的沙皇 以古拉二世 那條的後面就是 他裡面就寫了 貝利拉近阿寶 小聲鼻近靠 頭髮飛舞 東南風臨近 聽見王府江傳音 元昊寬廣的嗡嗡聲 貝利 不會上移人羞爬 阿寶對貝利說 外面 下去吧 少欣阿婆講 不許他無敵 貝利拉近阿寶說 讓我再看看 少欣阿婆最壞 阿寶說 貝利說 不乖吧 阿寶摸摸貝利的頭說 下去吧 去開啟 貝利說 曉得了 這一段願望 是阿寶摸貝利的記憶 這是小說太章的第一章 的第一段 那他就很 就用一段文字 他就勾勒出了他們所在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上海所謂的叫上蝕腳 那上蝕腳 其實我以前我也不太理解 那後來有人告訴我 所以上蝕腳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 上海像大道城這樣一個地方 就是他原來是一個最繁榮 最富裕的地方 就是有錢人住的 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我講 我是上蝕腳 聽起來就是我 比其他的人 要來更高尚 我就是一個世家 一直逝出來 所以他就用這樣子的一個 功課出來 我當他講 後面我都在叫他 然後他這個附近的是什麼樣子的路 然後他儘管我們聽一件聲音 他告訴我們什麼風吹的海 他聽到寶貝江的傳染品的聲音 然後這個目的 烏瓦是溫熱 然後他阿寶跟貝江講了任期訊話 就常在阿寶留了對的記憶 覺得這個就是所有故事 一切的開始 就是我們看到阿寶從這個時候開始 他跟貝江之間的故事 他後來一直到長大 他跟其他女人之間的故事 其實都是從這裡開始 就是他心裡始終有一個貝蒂在哪 這個貝蒂是他 因為貝蒂後來 就是貝蒂就是在他心目中 是永遠一個 沒有辦法取代的 所以他這段就寫了 我覺得 經理成的文字 其實真的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講什麼 他這裡沒有講任何任何一句 山東的山頸 沒有講說阿寶如何喜歡貝蒂 貝蒂不會喜歡阿寶 他完全都沒有寫 可是你光是看到 光是看到他寫的就是 貝蒂怎麼樣子靠在阿寶的懷念 然後風吹起 把死輕輕地扶過他 然後阿寶就跟他說 你不然我們下去談起 不然我們家裡的那個 那個孝親阿寶就是他家裡的這個 用人 用人要賣 然後貝蒂就說 就捨不得走 所以他就講說 孝親阿寶最壞 可是我其實很乖 然後我們就說 給他摸摸他的頭髮 然後這段對話 就成為阿寶希永遠的記憶 然後他就透過這樣一段話 就是開篇的這樣一段話 就已經勾勒出了整個小學 他說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阿寶為了後來 為什麼都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在別人的 他永遠都是一個冷漠的 很多女人就來喊惡 那這一切的開篇都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經理成很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雖然我儘管 我這樣跟別人講的時候 別人盡量就不能理解 我說經理成的文字 是非常非常結實的文字 那如果有人說 蛤 寫出那麼大一本 還叫我經驗室 但是他卻非常的簡直 因為我可以看到 他那個小說裡面的人物 就上百個人物不停的出現 那你如果要把每一個人物的故事 都寫到非常的細 非常的細 或者甚至於非常的細節裡面去 其實也是可以 其實那個寫起來 可能就我想 應該超過一百萬字吧 那他很多的文字的結尾都寫到 就不想 就最後他就不說了 那不說 就請你自己想 那所以他這個文字的這個 我覺得他文字的經驗 真的就在這裡 那我很喜歡那個作家叫李童豪 他曾經寫過一篇書 叫《經濟的文字》 然後他就講說這個 這個健談而博學的男人 讓人家羨慕 就是說因為他很博學 又很能考慮 不會很喜歡他 但是博學而寡言的男人 更讓人佩服 就是說他心目中的這種 博學而寡言的男人更典型 應該就是兩朝的文 就是說 明明有很多的話可以說 但是 博學而不說 那樣子的沉默 其實 往往不讓你覺得 他更有聲音 就是你更的 就是我有很多的話想說 或有很多的知識想要告訴你 我要也祝福說 其實是這樣的困難的事情 那我覺得金女神 都很厲害地做到這一邊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到他 畫了一個地圖 那就是他基本上就是 這個故事發生的一個地點 基本上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上級角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他 這也是一個故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場景 就是那個魔太電子院 就是那個 你會看到他們 就是不實地去看電影 然後他們三個男生 之所以認識 也就是在意外圈裡電影的門 電影到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 這個魔太電影 現在還在 就長這個樣子 還是現在的樣子 好 然後 他在裡面也寫了很多的這個 他畫的一個房子 就是那個小毛家 小毛住在樓上 那樓下是一個理髮廳 中間是林鳳家 然後他就很具體而為的 告訴你說 這個房子是長什麼樣子 知道為什麼 他們後來發生了這麼多的故事 為什麼會發生 就覺得到這個 林鳳家 跟那個 野蜀家 就是隔了一個 薄薄的一個木板 所以才為他是動靜 他都聽得到 那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就是 是後來小毛結婚以後 住的那個房子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房子 所以他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 各間的房子 那這個都是 金玉成在他的這個 小說裡面畫的一些插畫 那他這幅畫呢 就是畫到了這個變遷 就原來他是一個 東正教堂 後來教堂被拆了 就變成了一個 蓋了 就做了一個很偉大的 銀秀的塑像 然後最後呢 他又被拆了 到現在呢 他是一個大重點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時代的變化 每一個時代 對於這個 崇拜的東西 就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 在他書裡面講到的 那個就是 抄家以後 以後的鋼琴 那鋼琴 七束八呢 全部都堆在一個 一個大長部裡面 那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是他畫的 我們中間的一個插畫 講的戲 在那個 中間的一個 鄉下名的三古院 那這一段 我覺得也 其實也是一個 非常精采的一個練習 這一段是講的是 現代的這個 就是在現代的場景之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剛剛講的說 它是兩條 時代線的發展 過去的那一段 都是這三個小孩子 在城市裡面 亂跑亂創 然後認識很多人 然後我就看到 這個時代的變化 是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 在1995年代的 這條時間線上 我們所看到的 他就是不停地在齊放 就是每一場戲 幾乎都是在泛舟上出現的 那這件事情我問過金老師 你說金老師 我覺得你看看 好像是那種 因為它裡面寫了很多東西 之前寫上 上人代還有一個 宇宙家跟我講 他就是說 他讀這個版話 講話真的很好看 但是有很多戲 可以跟別人講 因為它裡面 講了很多的東西 實在是說出口話 因為它裡面 講了很多故事 描述的其實有點陸 就是那種西周的慾望 種種的慾望 是不能對別人講的 那我就說 我說對 其實我覺得我很好奇 我說我還好是先 讀論德書 再認識金益成金老師 我如果認識金益成金老師 我印象要一些比較 我若先認識 我印象要一些比較 我印象要一些比較精彩的東西 因為它不像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知道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都是在泛舟上聽說 那你只要上海人 他很愛吃飯 就是中國人共同的特性 那我覺得上海人 尤其是 我只要每次去上海 因為時間都很短 然後大家就基本上 你就是天天都有飯區 就是大家都是 越吃飯 然後越來越來越一桌 再越一桌 然後每一桌吃飯 大家又來講八卦 所以我基本上 我對於這個大陸文壇的知識 都來自於餐桌上的八卦 就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人我也認識 然後他就講說 誰跟誰怎樣 不等於誰跟誰怎樣 那基本上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場景 就見過一個非常多的真實 他就是透過餐桌上的對話 你會看他一場都一場的餐桌 就是不停的吃飯 然後吃飯的事就是 你一眼我一 你一眼我一 然後都是 沒有 就是我們不是真的眼睛看到誰 發生什麼事情 而是透過別人的嘴巴說 這個人說 然後假說 你跟兵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丁就說 你跟兵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就不停的不停的 就把一件事情拼湊起來 這所有的故事 每一圖 每一圖 唱吃飯的戲 基本上你都可以聽到一個完整的故事 然後就透過這樣完整的故事 你會理解到 其實上海人到底都在做什麼 我會做一些那種低奇的事情 但是 他就很明確地傳達出了一個訊息 其實 那個就是一個 經歷過創造的社會之後 大家所會做的一些現實的事情 你會發現他其實完全不代表的 有平安 我看到你變得很難 男男女女 男那麼想賺錢 女的其實就想要去跟從男人身上挖錢 就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 每一個人基本上都沒有例外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酒色彩氣 就是充斥了每個人的生活的氛圍 那他們每天想的都是這種事情 所以你會射圈套給別人跳 女人怎麼射圈套給男人跳 然後這個男人怎麼去騙人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這種樣子 但是他完全不在任何評判 他只是告訴你 這就是他們身份的方式 甚至你看的時候 你也不會對於說 這個人有那麼壞 就包括這一幕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場景 就是他們就是一群人 就是一群做生意的男人 然後跟幾個女人 然後一起去 就是去個鄉下的 這不能叫別 這也算別墅 只是一個中式的別墅 他們改裝了一個農民婦 就一個三個月 然後就說那大家一起去度假 然後去度假 這裡面就有一個 有一個女人呢 她就是對於自己的婚姻 就非常困難 她覺得她的先生 就別什麼出息 那她就很想要 要攤上另外一個男人 然後她就怎麼樣子 在這個吃飯的時候啊 就利用很多的方式 怎麼樣子去 又有一個男人 然後最後就惹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失悲 然後她在了解這一段場景的時候 結果她就有一段非常 就是她就會用很多這個 對稱的手法一起 想要看一下她這一段 那是她在找的時候 就找不到 她在找到這個天井 就是這個 這裡就有一個天井 那她那個時候是 因為吃飯的時候 她們就喝了酒 喝了酒之後 就這個 這個想要高牌 想要領命這個 心智的這個女人呢 就借過她就喝醉了 然後喝醉了之後 就當然就是她 所向眾的這個對象 就是主人 就只要陪她上來 然後上樓去了以後 這兩個人就再也沒有出現 那當然就陪下的人 大家在下面就喝茶呀 聽戲呀 幹什麼 但是大家都在想像 上面就一定發出一件什麼事情 可是她在這一段 完全沒有去寫 她們究竟發文字的事情 我們完全看不到 因為我們看到她就只有在樓下 她就說樓下就是 底下的人呢 就是閒話家常 那她們就說 欸那個 這個王小姐應該恢復了吧 她們想說 那個王小姐上去那麼久 應該恢復了吧 那她就說 不見動靜啊 所以大家就看看手描 大家不想 就想 那她的心裡就 大家就想說 她很怕的發音 然後看大家都不說 所以就是在 就是 就來了兩個平坦的老師 一來一去就開始在那下唱戲 那所以她們唱戲 就開始唱了這個 就是 就是 唱了兩段戲 然後 就是 到最後 她在中間就秘書了 她們唱戲的過程 然後到最後 就是只有一句話 就是天靜畢靜 天靜畢靜 天靜畢靜 西洋馬國 傳落增牆外面 秋雁 秋風之聲 勸凍是 遠方依稀的 雞蹄 狗廢 全部都是因為 此地 時代太盡 然後再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 她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對 襯托 儘管 大家在喧鬧之中 就是說 明明就是一個很熱鬧的 又有人唱戲啊 又有人聊天啊 又有人做什麼的場景 可是 除了這一圈人之外 外面全部都是景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沒有人知道 明明就在樓上 大家心裡其實都在笑著 樓上在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 她完全沒有一個字 去講樓上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就 因為這樣子 之後 每一個人心裡都插著一個疑問 每一個人都有對這件事情 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這個就牽引到後面的故事的情節的發展 就從整而來 但是 她這樣子的寫法 我覺得就是非常高穩的一種做法 就是她完全沒有告訴你 高積的事情 然後一直去寫 然後呢 包括這個小說裡面 當時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是自己去想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說法 所以到後面 看到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有人在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那這種寫法 其實真的就是非常的符合 我們自己真實生活裡面的場景 就是說 我今天我碰到這樣的狀況 我可能也是自己想 那下次我可能碰到一個本人 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有一個說法 可是另外一個跟我同時在場的人 碰到別人 他可能講出來的又是另外一套版本 那這些人其實我們每一天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圈裡面 然後這件事情就傳來傳去傳來傳去 傳到後來 就變成一個根本 跟原來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她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一場又一場的這種練習的方式 告訴了很多很多這種光怪的事情 那因為是別人轉述的 不是你自己經歷的 所以你有夠負擔到的責任 就是聽了別人講 講一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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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些奇怪的事情 也沒有人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經歷 但是你在道德上 這樣就是我自己自己經歷 就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讓你理解到一個社會 就是那樣子的一個社會 是一個人人在求生存的社會 就是說她儘管寫的是有過去有現在 可是有一個有無變的都是大家在追求一種生存下去 就包括她寫到在前面 就是在前面寫這些過去的時候寫到文科 為什麼說拉貝很緊的是 就是她寫文科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就是這樣 因為昨天晚上 因為跟經濟老師吃難 難免又聊到很多過去的 自身的作家 前輩作家 然後我們很久聊到全樂喜 全樂喜 我們知道像她寫的這個影線長 我自己是小時候看影線長的時候 覺得非常震撼 就覺得怎麼會有這種社會 就是一個人人暴蜜 然後每一個人生活都不安全的社會 那就是一個文科的一種商合格 是會代表作為 那她在小說裡面 就是在寫這個三個男生的小王 阿寶 祝生 他們長到差不多十幾歲 所以文科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 她有很大的篇子 是在寫文科發生的當下 就包括抄家 包括他們有些人被下放 那彼此之間的一種 甚至於就是一離開就是生子 可是她寫得非常非常的堅持 她完全沒有寫得到那種生死的意見 儘管她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都受到文科的影響 可是她們沒有寫到說 她是怎樣 怎麼樣子被被傷害 或者是她有不同的痛 她都沒有這樣子正面的表述 譬如我覺得 她像她在裡面 她就透過一個女孩子叫舒芙 那個舒芙就是一個 不住很多的女生 就是很有思想的 中小就是多很多的寶豬思緒 所以那個護生跟那個小毛 其實都非常喜歡她 特別是護生 就跟她還有一段 自由落伍的感情 但是這個舒芙後來就 因為文科的關係被下放 被下放以後 她很久有的會放到吉林 就是到東北去了 那這個護生呢 因為她是家裡面 因為還有一家是北京 剛剛講過她爸爸媽媽 是這個高幹 所以當舊有十分 雖然也被捲破了一些事情 但是當舊就 還是幫她找了一個關係 讓她被留在上海 然後她就每天都來等舒芙的戲 然後等著等著 就舒芙很久很久都被寫寫給她 有一天終於寫寫給她 可是講的是別人的事 她就講說她坐在護車上 要去吉林的時候 那因為火車要很多 那很多年輕人 就是被送到大江南北各地區 那週天就是那種火車 都是一站一站停 那就終於一站停下來的時候 就大約上車來深圳回答幹什麼 然後等到火車要開的時候 就趕快跑上火車 結果就有一個女生上了車 她上了車以後 就發現她錯了 然後她就要跳到另外一輛火車上面去 結果她的腿就被夾在 兩個車廂之間 就活生生地承斷了 而承斷了之後 她當然就被送給上海 因為她沒有辦法再去嚇到她 然後她寫到這裡 舒芙就說 我很多女同學很羨慕她 對 然後她其實完全沒有寫什麼 她完全沒有寫 但是她就寫了這一句 就是我很多女同學羨慕她 羨慕她什麼呢 當然就是羨慕她 終於可以回上海 那我寧可犧牲一條腿 我都想要回上海 你可以想見她們心中的那種 無望和無助 她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描述一個 大時代的苦難 她完全都沒有去寫出 舒芙怎樣 然後這舒芙就是寫到這裡 然後就跟故生講 信最後跟故生講說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可能到後來都是苦苦的 以苦苦的來到的世界 必要跟你們的死去 所以我們不要再同心了 就是不跟著把我逛 不要把你忘 我們兩個也到了不認識 就是 在這個時代的環境裡面 我們也只是這樣 就是說她有很多的東西 她沒有寫 她沒有告訴你說她有多的絕望 她對於這個人生 才是幾歲的孩子 她對於這個人生 已經到了這種 無死絕望的地步 她完全沒有正面的去寫她的同感 她只有透過這樣的故事 告訴你說 她真的寧可犧牲她一條腿 她也想回到她 她熟悉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厲害的小說家 會用一個厲害的手法 來告訴你們很多的故事 她不需要想深思理解 不需要讓你覺得 看著那些寫明明的場面 或者是用來正面的表述 來告訴你她有很多的 我覺得 我上禮拜在一個 語心書作男儀講到 就是說 因為那是另外一個 文童的語心書 那因為她寫的是一個 永樂專訪 她寫了很多這種 層面的人 其實我一向覺得 寫這種語心寫別人的口感情 不是最困難 因為 你要寫的山情 是很容易 就是我可以用很多文字的規格 來說 啊這個人很多可 或者寫這個人 啊 多麼能令人感動 但是我覺得這種山情 在某種程度上 其實是一種文字的頻發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寫到她 孔子裡去 所以你只能用一些文字 來堆別 讓別人覺得說 她很可憐啊 她很恐怖啊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完全沒有辦法呈現出來 她真正內心裡的感受 那我覺得 厲害的作家 就要像幾個長江 她就是用這種 表面上看起來 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卻讓你補完之後 那種心會突然一揪 你會想到說 啊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世界 會讓一個年輕人 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絕望致詞 那當然 後來也講到這些人的下場 其實也是都很美 像珠華後來下場也不太好 那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 其他的裏面 像它裡面還有一個大面 那這個就是 在上海就是一個花蝴蝶 每天都要穿衣服 都要非常對她的講究 然後她也會不會 下班去暗會 然後她就說 聽說你去暗會 大家都穿一個大面褲啊 就是反正打扮得很邋遢 她說如果是她要去那邊 她就生不死 她就死了還不要去 但是 當然她不能選擇死啊 她只能去啊 然後去了 然後回來以後 就很多年回來之後 她給我描寫她了 然後回到上海工作 回到上海生活之後 她就開了一個小食堂 然後她就描寫她 她也沒有講出她什麼樣子 她就只有描寫她 她就是頭髮亂七八糟 然後她身上就穿了一種 就是一個胡瓜桑的樣子 那就是 生活對於她的無奈 就在於此 就是說她年輕的時候 她會講說 你要我去穿著那樣 我立刻去死 但是 再經過十幾年之後 她回到上海 她就 只能接受她自己的生命 是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 金禮成這本小說 其實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 時空的對照 它對應出來的 不是只有這個城市本身的變化 其實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的 每一個人 人生所產生的種種的變化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時代對於我們的影響 是很值大 就是說 人對於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真的就跟 如果說話的一個心理來講 你知道嗎 就是你共同的來 有一個死去 那你對於很多的事情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掌握 這些事情 都是掌握在別人手裡 或者是這個時代總給予你 你必不能去改變性 你只能接受它 那這聽起來好無奈 但是卻是一個現實的 人生的態度 就是我覺得它是 藉由這本書所傳達的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一種訊息 就是 你的人生 其實 你就是只能無奈的去接受它 所以它那個人生的故事 我覺得這一點 可能就有很多的味道之事 我覺得無奈 沒有 沒有透過它那個小說 傳達一些什麼樣子 正面經激的人生態度 它只是讓這些人 這些角色 就是順著它們生活的圖長 自由和強調 就是你會看到這些人 其實你就覺得 看了你自己一樣 就是你 然後就無可奈 我也沒有什麼生命很大的事 我也沒有想要做一些什麼 那就是時代 讓我長成這個樣子 我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也就是它小說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為了小說 要達成什麼目的 而把它的主角塑造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就是說如果有時候小說會覺得小說先生太用力 因為他想要傳達一個什麼樣子的偉大的意志 所以他必須讓他的這個主角 讓他裡面的種種角色去符合他的設定 然後來完成他這個小說偉大的事 但是基里承的小說裡面一點都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它純粹就是讓這些人 我深深的出現在你身邊 就完全沒有什麼任何的其他的 沒有一些偉大的使命要去完成 那他的小說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其實就是在他的這個文字上面 那他的文字 除了我們剛剛所講的這種非常的精煉跟節制之外 他用了很多大的 我們所謂的鴛鴦符也是的節奏法 就是說他有很多的文字 他就曾經講過一個小話 他自己的書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他在他的這個序幕裡面 就是不是有一個賣大長線叫陶陶 那陶陶賣大長線就告護生經官 互生進來的時候就淘淘的太太要出去 然後就看著淘淘的太太要出去 低緩於孝 然後他就講過一個笑話 他就說那個時候這個書 他剛要出版的時候 他們就有人跟他講說 他們的收貨雜誌的一個主編跟他講說 低緩於孝 這是什麼時代寫得出來的這種東西 所以說低緩於孝 就這樣還有冤夭補別派 就沒有人還這樣寫嘛 現在的白話文這樣子 沒有人這樣寫 結果他就說 那我不寫低緩於孝 難道我要寫恰似一低頭的溫柔嗎 他就說 你現在高下的意見 人說很多這種所謂的冤夭補別式的說法 其實他有很多美的文字在裡面 就是低緩於孝 你很快可以想得出來 他的頭一低打一小 那例如他裡面描寫的 有一個女孩子很漂亮的女孩子 叫林玲 他林玲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他就講那個明蒙善賴 明亮的眼睛 善賴就是那個青賴賴 你就馬上可以想見 他的眼睛是多麼的靈活靈動 然後就上次我在予表談的時候 那個金老師 你的明蒙善賴 但對上都沒有同年 但就感覺有點難得的 但是他的確就是用很多很多這樣子的這種 我們會覺得已經死掉的文字 但是用在一個新鮮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你知道可是我昨天得到很多很多的這種 他原來文字是可以這樣子寫的 所以他的這個文字上的功力 我覺得就是很 就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他要閱讀非常非常多的書 那他自己講說他其實很愛 一個中國的筆記小說 就是說他都在這種 他覺得中國的文字其實原來是驚烈的 就儘管是像喉嚨夢的樣子的書 他裡面也是出現很多無數的人 無數的人 但他的文字本身其實是驚烈的 他不會用很長篇大陸的去寫 這個人心裡在想像 會用很多的形容詞去歸別出來 去形容這個人 他往往就聽這樣簡單幾個字 然後他寫了 就寫了他一個明蒙善賴 那我馬上就腦海裡面就出現了一個這樣子 有一雙靈動大眼睛的女孩子 然後就會知道說 他就是一個在觀場上 長袖善賴的一個女生 就用這樣子非常簡單的幾個字 就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文字 的確在現代文字 之所以會第一次看到這個反花 就覺得被嚇一套的 就在這裡 第一次的文字 我第一次看到反花的時候 其實有點被嚇到 因為我沒有看過有人家寫想說的方式 他在寫想說的方式 其實就是用一個救世人 真的就是很像紅樓夢在寫想說的那樣子 文字一大袋一大袋 然後完全不寫 我們習慣的這種 你心裡在想什麼 心裡在想什麼 他心裡在想什麼 就是我們很 我們現在很習慣這種 歷史有一些吧 就是用心靈的這些畫 然後來帶動故事 那他完全沒有 他就靠對話 就是你一言我一言 不管是過去或現在 都是這樣子的方式 那所以他這個寫作的方式 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方式 那他自己也講了 就是希望能夠在一個 新小說和舊小說之間的夾層裡面 到底他可以尋找一些 什麼樣新的寫作的客人 那我覺得他這個實驗 基本上是非常成功的 那講到這裡我覺得就不得不講 就是說他的成功 語言的成功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影響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難以達成的成就 就是我們禁這件事情 語言裡禁是禁節的禁 就是我第一次 有人介紹我這本小說的時候 第一次開始 你是否真的問那些 都不知道 sketching 誰呢 他最近 可能不夠訂硬 他把你拿好 burd 壩 請 雞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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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